第二天,年轻的王子在前一个晚上 神秘死去的消息就从皇宫传了出去 故事是这样说的 当皇后想去王子的房间 叫醒王子起来玩时 皇后发现王子已经奄奄一袭了 消息说,当皇后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时 差点难过的心碎而死 而国王则不接见任何人 大家都偷偷地谈论着那天晚上的大雷雨和风暴 其实就是上帝在告诉大家王子死了 现在人民们都很难过 但国王的敌人却很高兴 他们现在又能篡夺王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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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letra!Deletra!Deletra!Remove him!Remove him!Remove him! Deletra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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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letra 这个王国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 贵族们和骑士们常常互相攻打 每个人都为了要成为国王 而到处引发战乱 而且每个人都以为靠谋杀诈欺 便可得到王位 卡莫洛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田里杂草重生 人民也不敢出门 而乡村也成了荒野一片 我醒覆带 加油 加油 一起加速颜 Berанный 冲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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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正硬 晚上 正硬 站好,衝好,衝好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